你們要在最短時間內救他出來 現在恐怖分子, 挾持人士躲在房間裡 你們要在最短時間內救他出來 不可以讓他受傷, 明白嗎? 是, Sir 先走了 你們的模擬訓練做得好像真的一樣 雖然是模擬訓練, 但是實彈的 實彈? 訓練做禍, 必須用實彈嗎? 扮人士的不是很危險嗎? 阿媛, 準備好了嗎? 人士是阿媛 好 放心, 女士, 不會有事的 女士是阿媛, 你沒事吧? 沒事, 不過是剛才嚇到差點瘋了 老闆, 你不是對我們這麼沒信心嗎? 雖然是瘋狂狂 但誰的樣子看得很清楚 所以她打我不腫 你這樣還可以開玩笑嗎? 非苦等每次的行動都會面對死亡的威脅 我們也有心理準備要去犧牲 但是這樣並不代表我們不珍惜生命 正正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每次的演習都會做到最好 希望在實際行動中可以做到另下一次 好像你今天看見我的演習一樣 我要每一個隊員都平平安安去回家 我們雖然是飛虎隊 不過也有別人的老公、爸爸、哥哥、弟弟 也有自己的責任要完成 我們這裡每一個人都經歷了不同的故事 但是為了自己的家人或朋友 都會好好生存下去 我想姐姐你也是 我已經完全控制著莊卓華的病情 她現在放假 不會對我們構成任何威脅 就這樣我就可以放心 看看這支新玩具的威力 譚智廣說自己爛賭, 惹落一身賭債 現在正在靠綜緩衛生 所以想認證這份工作, 賺一份快錢 我查到她因為打劫商人坐過幾次牢 這些人真的不死也沒用 最適合我們用來做罰 這麼大就敢不老 換了一支真槍的槍管, 真是有點不同 你這支槍管得這麼厲害, 怎麼能夠你玩? 你們也行 死者被枝解, 面容和睫毛被人 黑夜損毀無法變形 不過DNA的發言報告出來了 死者叫譚志廣, 男性, 48歲 生前是靠拿中環的貿易入民 有商人打劫拒捕的安排 否則垃圾車在堆填區途中 發生交通意外, 堵塞車上的垃圾 我想我們也不能發現這些手手腳腳 她是被你氣槍打成這樣 所以才找展Sir來幫忙 死者全身都有被類似氣槍 所射成的彈洞和乳痕 相信有子彈射入體內, 造成內出血 但身體裡沒有發現任何子彈 法醫說只是被人清除過 致命的槍在後腦 打碎了頭骨, 導致腦出血致死 我們估計這案件和之前的案件有關 有可能是和一群人做 鋼灼可以穿透死者的肌肉 甚至打穿頭骨, 令腦出血 那支氣槍一定要改裝 二、三十支以上才行 已經超過一般氣槍法師的界線 你也就是說 這次這支氣槍的威力 比上次的一支更大 假如是和一群人做的話 這支槍一定有被擊 因為這支氣槍要承受二、三十支以上的威力 一定會交給一些真槍的靈件去改裝 否則一開槍, 整支槍會散開 真槍靈件?他們怎麼會找到真槍靈件? 以我所知, 有些氣槍的發燒友 會透過網上 向外國一些退役的軍人 拍賣真槍的靈件 然後寄回來香港 這樣外國不犯法 而且很難發現到 如果是真的, 那這群傢伙 豈不是真的越玩越瘋了? Adam, 你沒事吧? 沒事 Ben, 立刻聯絡電腦報門 叫他們協助追查 所有販賣網上的交易資料 看看有什麼人在香港網站 買過相關的文品 如果有的話 將有關的交易資料全部記錄下來 是, Adam 你們三個全力追查 兩個死者的背景 死之前去過那邊做過什麼 接觸過什麼人 全部都回來了 是, 師父 我們當然明白了 為什麼總部燒完這麼多箱 全開了還要來這裡燒 原來真的可以影響很多, 你看 要不要來一會兒 不行了, 我去法家教人了 不陪你了 你自己慢慢回應 好的 再見 再見 你好 Kerry, 你們兩個認識嗎? 是的, 我們是朋友來的 你也是興趣燒槍嗎? 我也是剛剛跟我男朋友學的 你別這麼欠了 我剛才看你燒, 槍法很準確 沒有一槍錯過的 如果是剛剛學的, 你真是天才 你不妨礙你們了 我希望他會去藏槍跟著我們 你還要去藏槍跟著我們嗎? 你還要去藏槍跟著我們嗎? 什麼事? 你知不知道你那個師妹Carrie 那個男朋友是什麼人? 為什麼這麼問? 我今天才知道 原來她是你調查案件的疑犯, 畢世榮 我覺得Carrie有些問題 你還是防一防她好一點 為什麼Carrie和畢世榮是男女朋友 才代表Carrie有問題? 那你知不知道她原來認識蕭昌 還很厲害 我剛才看見她蕭昌的樣子 簡直是兩個人 你挺有趣的 你特意約我出來就說這種話? 她這麼多事瞞你, 你不覺得她有問題嗎? 就算Carrie真的玩瘋 她不想讓人知道有多奇怪 而且我從來沒問過她 她這樣叫就隱瞞嗎? 為什麼你這麼八卦? 你特意約出來說的是非? 是我的事… 你好 展Sir, 我們又見面了 Carrie就是約我出來 要介紹Eugene給我認識 她根本就沒什麼要隱瞞我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走開買點東西 不愧是心理專家, 懂得報定案師 如果那些犯人都像你這麼精明 我們做警察真的頭痛 展Sir, 你這麼好身手 不過可惜你太不相信別人了 你這樣不僅會令自己很辛苦 還會令你身邊的人很痛苦 我是做警察的, 抓回來是一位職責 多辛苦都要做的 那警察也是人, 不是超人 抓不住一些犯人的 法律會保障所有人的 就算是犯人 也應該由法庭來判他們的任務罪 你和我無權判人罪 甚至是處缺人 留這些人在世上 你不覺得是浪費社會資源嗎 每個人都有生存價值和權利 只有那些無能 或是精神有問題的人 才會拿這個做藉口去殺人 是, 還是執法者無能 否則 還怎會再有這麼多不應該存在的渣載 還在 Carrie, 我想我們夠喜歡走的 下次再談 再談 我們先走了, 再見 我想你除了查案 還是少接觸Carrie我們 夠了, 為何你非要說Carrie有問題 你相信我吧, 馬上說… 行了…我頭疼, 我頭疼, 我頭疼 我現在心裡很煩 我不想再聽你說話, 我就知道 姐姐的藥 我總是覺得我們這樣做不太好 會不會我們放開來跟姐姐說會好一點 姐姐, 我也不想鬼鬼祟祟 但你姐姐根本不相信Carrie有問題 如果我跟她說拿些藥化炎 她一定會翻臉 你真的覺得Carrie開給姐姐 這些藥是有問題嗎? 你姐姐是怎樣?你比我清楚了 她開初去Carrie接受治療 好像真的比較好 但你不覺得現在越來越有問題嗎? 姐姐最近的確是經常頭痛 和精神綁迷就像柔魂一樣 我以為她是因為又投入工作 所以才變成這樣 如果你不知道Carrie 給她的藥有問題 弄到她這樣的話 我一定不會放過她 你姐姐現在很相信Carrie 無論誰說Carrie壞話 她也聽不入意 我現在拿些藥化炎 你記住 未有結果之前 別讓你解釋 我先拿些藥化炎 TVB精彩節目片段 會在TVB USA官方頻道每天更新 未訂閱的你就快點訂閱吧 記得按下方的小鈴鐺 就會準時收到頻道的最新資訊 MING PAO CANADA